好,我们接着刚刚的第17题 他被切掉了,我们看一下 他说 Of course you have better 你最好赶快告诉他们 As soon as you can or things will get worse 如果不赶快跟父母亲讲发生什么事 性情会变得更糟 Became worse 事情会变得更糟喔 他说但是I'm afraid,我好害怕 They won't understand 我的父母亲不会去了解 他说Don't worry, it wasn't your fault 他不是你的错 这个fault翻成错误的意思 这不是你的错啊 Anyway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 这里翻成无论怎么样 无论如何呢 又不是你的错啊 不用太担心 他说我知道啊 这就是为什么I'm worried about I'm worried about 各位没有看到这里 当修饰一个人的感受上 一个人感到担忧的时候 是用ED的方式去修饰的 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看选项 It'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 Between you and me 两人之间的事 B是 How did you know about the accident 你是如何知道这件意外的 C呢 But they don't take the bad news well take是承受 这边翻成承受 但是我的父母亲就是没办法承受坏消息 而且没办法承担的非常的好 猪呢 Why don't you just ignore ignore 这个字是单字叫做忽略 ignore 忽略的意思 你为什么不就忽略这个conversation呢 这个对话你就跟着忽略掉啦 当说没听到就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解析哦 他没有办法 他们不太能做接受坏消息 答案才会是那个C But they cannot But they don't take bad news very well But they don't take bad news very well 他们没有办法承担起坏消息 所以答案是C 那这边呢 我们有看到的 It's between you and me 你们两间的秘密哦 所以答案是C 留意一下 那留意的是 这边有几个补充的重点是 Be afraid that 这是恐怕怎么样 否则是错误 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第18题 是Salesperson 销售员的跟这个Justin 这两个人的对话 销售员跟顾客之间的对话 I strongly recommend the sports car because they are right for you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单字 Strongly是强烈的 这个Strongly是强烈的 像力气一般大的 强烈recommend 是推荐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写咯 recommend是推荐 我强烈推荐你要买sport car 什么叫做sport car 我们就是赛车跑车 因为他们非常的适合你 所以这个销售员一个standby车子的 然后说 They are really nice 这个对方Justin在看车 他觉得这些跑车真的蛮好看的 这个salesperson说 Look at this red one 看一下吧 这台红色的车 It's pretty cool 这台车相当帅气 It's pretty cool 相当的帅 他说yes it did yes it did 他真的很帅 但是呢 Then what about a family car 可是对方回答了什么 所以他就说那么 那么换别台好了 这个then就是有个转折了 那么所以它是关键的地方 你要先看 那么what about what about是一个问对方 你觉得呢 what about翻成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台家庭车呢 这个UV 这个家庭的 家庭的旅游车 family car It is bigger and not that expensive 它是稍微大一点 而且没那么贵 来关键出来了 它要大一点的 而且没有那么贵的 所以对方应该是说 这台车子 它本来的是跑车 跑车可能怎么样又怎么样 所以对方就说 好那看一下这个好了 家庭车就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bigger and not expensive 不贵又大 我说oh I don't know 嗯我不知道 Let me make it's over Let me think it's over think it's over 叫做让我在想一下 对方没有接着买 很好是聪明的消费者 先思考一下 but ok I don't know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那我再想一下吧 所以我们看 I think red is the color of the year the color of the year 翻译成当年的销售最红的颜色 the color of the year 就是今年度 当年度的最多人买的颜色 红色 再来B呢 It's the small and I really can't afford it oh 跑车很小 这个又小 而且I cannot afford afford的叫做负担 负担得起 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所以small and can't afford it 这答案已经出来了 答案是B 答案是B It's small the sport car 跑车又小又贵 我没有办法买得起 所以对方才会说 then 那么what about family car 那好不好 换一下 换一下那种家庭车 又大又可以 又没那么贵 所以答案是B 那我们看C I have been dreaming of having a red car I have been dreaming of Dream of是梦想着 哇 我一直梦想着拥有 梦想着 我一直梦想着having 拥有一台 red car 红色车子 但主要 but you shouldn't make your decision now 但是你不应该现在就做出决定 make the decision 叫做做决定 好 所以你不该现在就做决定 所以我们答案是B 我们来看一下中文的推荐 我强烈推荐跑车 不赖 但是这台红色车很炫 但是这台车太小了 我负担不起 好 所以答案才会是这个 好 那刚刚的 the color of year 会翻成今年的代表色 所以答案是B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情境的说明 这边就是销售 车商销售员 跟我们的顾客之间的对话 那他推荐他买family car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到 他说那买家庭房车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答案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 而且想要大一点的 所以答案才会选B 那看到关键单字有afford 负担得起 what about how about 是什么什么如何呢 家庭车如何呢 thing is over 是多加考虑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19题 是Mary跟Lily 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Mary说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modern art exhibition in the museum 都有几个关键字咯 the modern art exhibition 这翻译成什么 现代艺术展 现代叫modern art 叫做艺术 exhibition叫做展览 这个字很重要 所以现代艺术展 Do you want to Do you want to go in the museum 牛巾也是关键地点 就是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现代美术展 博物馆 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好 那他就说 very much很想啊 但是 it's crowded on weekend 就是我不喜欢人挤的地方 crowded的这个字是拥挤的 crowd 拥挤的 然后on weekend 是每逢周末 每到六日的时候就会很多人 所以我不太想 我不太想去 这个weekend有加s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是每逢周六日的时候 crowd 的 C-R-O-W-D C-R-O-W-D 是人群 加上ED 变成形容子 有没有记得 好啊 我很想跟你去 但是他好挤哦 每当周末的时候 真的吗 这个American也没有常去看展览 真的哦 六日都那么多人哦 yes 对啊 I went there last Saturday 我上个礼拜才去过 我上个礼拜去过 and it was packed 而且他是怎样包装起来了 it was packed packed 这个字有包装的意思 包装起来就表示怎么样 人很多 满满的 这个packed 是包装 有分一层包装的意思 it was packed 那礼拜六我去看过了之后 他就是包起来了 it could only hardly see my favorite pettings close up 那包装 包装就延伸为 他变成延伸为 游挤的意思 塞满人 塞满人 塞满人的packed 他是游挤的 就像包起来一样很涌挤 里面都是人 I could hardly 这个hardly 我们刚刚前面几个单次有看到 几乎不 我几乎没有办法 I could hardly see my favorite panting 我几乎没有办法看到我最喜欢的画作 而且是close up 靠近一点看 靠近点 我几乎没有办法靠近点看他 what a pity 所以对方就说 好真是遗憾 what a pity pity是遗憾 真是遗憾 好 所以good idea 好吧 他就提了一个想法 对方说 好想法 which day 哪一天 would be the best one 我们来看看 哪一天是最好的一天 which day would be the best 所以我们来看看对方回答的什么提议 A是说 I prefer all your painting to sculpture prefer A to B 我偏号什么而不是什么 更胜于什么 prefer A 偏号A 然后呢 更胜于 更胜于什么 好 就是这个胜于 胜过一字 胜过什么 所以我偏号的是 油画 这个all your painting 是油画 更胜过于sculpture sculpture 这个字是雕塑 雕塑 好 所以对于雕塑品呢 我是比较还好 可是对于那个 雕刻 好 雕刻品 所以偏号的是油画 更胜于雕刻的东西 V You are too busy 你实在是太忙了 而不能 tutu 我们刚考完的 你实在太忙 而不能去参加这个博物馆 再来呢 C Let's go there or sometime during the week 那我们干脆是 周间去吧 during the week 就是周一到周五 我们干脆选周一 就是周五的时候再去吧 再来呢 You shouldn't have packed your panties 你不应该把你的画作包裹起来的 你不应该把你的画作包裹起来的 你不应该把你的画作包裹起来的